哈喽,欢迎来到 Auntie Sue的人气直播美威秀 看到Auntie Sue在做什么 哈喽 Auntie Sue呢,刚刚回到家 今天星期六比较忙 我们现在呢,要做今天做这个 父亲节特辑 然后Auntie Sue呢,现在呢 就在剪这个霞啦 很大致哦 这个是那个 Ikudo的老板呢 特别 赞助Auntie的这个 好像是老虎侠 海老虎侠 老虎侠哦,超大致的 哈喽Penny,下午好 看到大家陆续进来咯 三小村也进来了 现在呢Auntie Sue呢 快速的在处理这些侠 你们可以现学哦 现卖现学哦,现在 现在Auntie Sue哦 有时来不及废菜啊 我们就当场呢剪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这样子剪头 剪尾巴剪头 剪这个 对,剪他的这个尖尖的 然后再剪掉这个眼睛 然后呢,把这个脚剪掉 我觉得直播前的朋友们 今天第一次看到Auntie Sue呢 现场剪辣 很快速的 然后利略的 然后呢 从他这边呢,这样子剪开 等一下才用那个刀 小刀剖开它 用小刀剖开它 没有等下刮手的时候受伤 对,所以呢,记得哦 我们在剖匣的时候啊 在处理匣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等一下我们会用一个小刀呢 剖开这个匣的 5点回到家 还来不及弄虾哦 所以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剪一下 然后等我三节到的时候呢 就帮Auntie Sue剖开虾啦 叮叮 这个针尖尖的地方 要记得剪掉哦 很危险哦 剁到很痛的 对,剁到很痛的 妈咪,还是你先去 炒那个菜先 我去炒菜先啦 要,要炒菜 要炒菜先 我去炒菜先 所以让Auntie Sue呢 炒小白菜先哦 嗯,我去炒小白菜 我先把这个镜头呢 移去小白菜区 叮叮叮叮 今天呢 是小姐来 秀一下,秀一下哦 我放这边 这样子等下炒的时候 就比较稳一点 是不是把你炒到一炒 都会炒菜 嘿 然后我现在洗手 啊 洗手 然后呢 我就要那个洗干净了 我们就放这个 这个油哦 哇妈咪 我们去拿油一下 油了 对,我先炒小白菜啦 你的葱末勒 我放蒜米啊 啊,蒜米可以哦 好了 我现在放蒜米哦 油呢 妈咪 你是哦 妈咪提醒我 我的衣服还没穿好 今天呢 Auntie Sue呢 要煮 父亲节特辑哦 我们会煮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 会煮这个 呃 冲末 哎,蒜末 蒜末蒸霞 然后呢 会煮这个呢 呃 蒜末 呃,蒜被 还有呢 烤烤 啊对,蒜末烤 烤蒜被 然后呢 还有韭菜煎蛋 然后呢 青菜 青草小白菜 还有豆腐 然后还有 还有葱蒜豆腐 所以今天呢 是应有尽有的 今天呢 煮生日特辑哦 三节还没有到 所以今天 煮父亲节特辑 你看到吗 我忙到哦 已经忘记自己讲了什么了 哈哈哈哈 然后妈咪现在在弄这小 刚刚放工 没来 看到吗 我现在呢 要快速的 把这些菜呢 先炒好 等一下呢 妈咪就可以准备煮她的海鲜了 叮叮叮叮叮 先放这边哦 然后呢 先开火 煎 煎 四妹呢 先炒菜 然后Auntie兄呢 弄一下她的这个 弄她的这个霞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 应该听到哦 今天呢 有点手忙脚乱 因为呢Auntie兄五点才回来 就快速的先弄这个菜 然后我现在呢 拿了这个油 先爆炒先哦 所以敬爱的朋友 先过我们打招呼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你们的留言 我先让Auntie兄呢 快速的处理这个霞 然后我现在呢 去拿 热锅这个油过后呢 我就要把这个蒜末 爸爸已经帮我弄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呢 放下去爆香先哦 今天要煮 妈咪这样够吗 够吗 要多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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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够吗 够啊 我现在呢 已经会帮妈咪炒菜了 妈咪帮我拿个铲子一下 然后我先把这个油 妈咪帮我拿铲子一下 叮叮叮叮叮 我们现在呢 先清炒菜哦 然后进来的朋友 先过我们打招呼 Auntie兄呢 在忙着呢 弄着我们的这个海鲜 弄着霞鲜哦 然后呢 Uncle现在呢 在准备这些香料 我们今天呢 5点多还回到家 然后现在呢 快速的在备菜哦 所以呢 发现到呢 其实煮饭前啊 备菜是一个功夫来的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啊 要准备 然后我现在呢 快速的备菜后呢 今天煮这个不清洁特辑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先快速的爆香 这个蒜泥 然后爆香后呢 爆香后呢 我就要把这个青菜放下去了 妈咪这样子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多一下子哈 Auntie兄讲的我爆香呢 要多一下子 听到我的声音吗 进来的粉丝们 跟我们打声招呼 今天呢 要煮副清洁特辑 Auntie兄呢 会煮葱末 会煮葱 蒜末 然后呢 会煮这个蒜末匣 然后呢 蒜末蒸匣 然后呢 还有蒜末烤扇贝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呃 韭菜煎蛋 爸爸最喜欢的 然后我现在呢 就轻炒 快速的轻炒 这个小白菜 先把蒜末呢 放下去炒先哦 然后我现在呢 就拿个汤匙 这是妈咪教我的 独特炒的技术哦 就是呢 真的是不会翻菜的话呢 我们就这样子拿这个汤匙 这样子翻 看到Auntie兄很忙是吗 不要我这样 Auntie兄忙完这个 处理处后呢 让他走过来 帮我们打分招呼哦 现在呢 要快速的 先把这个小白菜炒好 我们今天会炒 这个小白菜啊 还有香辣 空心菜 也是我最爱的 我们每天讲的 刚供 刚供哦 所以呢 这个刚供呢 也是我妈咪的最爱 今天特别呢 爸爸帮我们洗干净 这个空心菜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炒 现在我炒菜 我已经开始有点上火了 好咪哦 现在有点上火 让我炒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翻它 然后先把蒸布呢 先炒好 然后呢 才把这个炒一分钟后呢 才把这个 那个 叶子的部分呢 放下去炒 今天这小白菜很新鲜 咪咪今天特地呢 还跑去NST买菜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翻炒这小白菜 然后我就让 Auntie秀 煎菜快速的 要把它的锡弄好 这个锡很大 是不是 你没有这个锡很大锡哦 啊 很大哦 你的菜倒下去了吗 嗯 可以了吗 你的菜会倒下去 黄了咯 OK 我把另外一道菜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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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好 然后呢 就翻它先 你帮我放一点盐跟调味料 先炒一下 你看 有没有发现到哦 熟能生巧哦 像Auntie就可以放 给让我炒菜了 他讲哦 嗯 这菜掉了出来 我的锅多大 好像 都好像起不了作用 因为我比较粗糯一点 然后现在呢 在炒这个手时呢 翻它再翻它 哇 我超爱吃小白菜的 因为小白菜很甜 那我现在呢 快速的翻一下 好 我们就让Auntie去呢 好 我们放一点盐 然后呢 放调味料 然后我炒到它全熟呢 就大功告成啦 然后今天快速的 先要煮 好像煮六道菜 先煮六道菜 三道星的菜色呢 有蒜末 烤三倍 然后呢 蒜末蒸 夹 还有呢 就是韭菜煎蛋 韭菜煎蛋呢 是特别 爸爸要求要煮的 因为爸爸很久 我没有吃煎菜了 然后呢 想跟这个蛋呢 一起煎 是爸爸小熟的味道哦 因为想过 把煎菜呢 煎菜呢 跟这个煎蛋一起 妈咪应该好了 你看一下 激活啦 激活 今天在妈咪 半煎之下呢 我就把菜炒了 叮叮叮叮 好了 妈咪我擦妈咪的菜了 然后我拿盘 这个拿掉 来 妈咪表厉害了 妈咪可以直接倒 我没有这样油腻 我人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用最 用最简单的方式拿上来 因为妈咪我每次这样倒一下很准 我每次倒不准 所以我不敢倒 然后看我整盘菜呢 倒出来哦 就前功尽器了 把我刚才炒好的 这小白菜呢 就作废了 然后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菜呢 叮叮 均匀的 放在上面 啊 差一点 掉下来 妈咪我今天炒菜没啦 让妈咪称赞哦 这个我要用 等一下 叮叮叮叮 我超好的 然后呢 妈咪帮我拿相机一下 我差一点越帮越忙哦 我才把整个锅掉下来 好笑 等一下 等下你的锅掉下来就好笑了 等一下啊 你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厨房 叮叮叮叮 我炒好了 然后现在叫妈咪表演了 我把它炒好了 然后我现在呢 让妈咪炒她的 香辣 香辣香辣 叮叮叮叮 我把它炒好了 叮叮叮叮 然后呢 丽云刚刚想 我今天不可以看美女妈妈煮哦 今天呢 是我们煮的这个 父亲节特级 哈啰 Lily 看到你写 Happy Father Day哦 谢谢 今天父亲特级呢 特别准备海鲜 慰劳爸爸们 然后呢 看到翁写 Good evening Auntie 妹妹 Happy Bless Father Day To Your Dad 谢谢 我现在呢 已经把妈咪炒好这个菜了 然后呢 要让妈咪大显身手了 哇 我现在呢 很快哦 现在已经呢 快速的抓到那个节奏了 然后现在爸爸呢 快速的帮我 弄好了 我把这个镜头 Set好哦 我们再等Auntie秀 洗好锅就回来 今天很迟才回到来啊 今天 呃 大概5点 5点才回到来 准备这些菜 所以呢 刚才有点麻烦 好了 把这个锅 准备好给Auntie了 然后我现在把菜放前面 叮叮 Auntie要倒回来了 Auntie秀 先跟粉丝们打招呼 哈喽 今天煮我们的蒜末 蒜末 蒜末 蒜背 烤蒜背 然后呢 还有蒜末蒸霞 然后呢 还有这个韭菜煎蛋 青炒小白菜已经炒好了 然后还有这个香辣空心菜 也是我的最爱哦 然后呢 今天我们会玩游戏哦 我们会送出呢 父亲节特级 十个围裙 登登 让Auntie秀再讲一次 Auntie秀我们就会送什么 分享的粉丝呢 我们会送十个围裙 蒜蒜 再讲一次妈咪 抽十份啊 对 抽十份十份围裙哦 所以呢 今天呢 分享的粉丝们呢 等一下我们会怎样子抽呢 我会大概呢 拿了Auntie秀的电话 我就大概扫一下 然后可能Auntie秀就随便念一个号码哦 然后呢 就看我开进来的时候的号码是 是什么号码 这个我是看了阿红的厨房学的 你看这个抽奖比较简单 你知道上次哦 我们抽奖哦 想放那个分享过后 我一个一个去找耶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找 然后这一次呢 我就简单化了 今天呢 抽十个围裙对吗 Auntie秀的围裙对吗 然后呢 我就是直接呢 等一下有share的人哦 我就按就scroll一下 看妈咪念个号码 我就放一下 然后我就直接看 念名字 对 没有你就念号码 我就算下来 123是这样算下来 然后呢 算到呢 我们开进去 他有share的话呢 这样子呢 他就是获得了这个围裙哦 当然有些粉丝们会问哦 这样如果是在国外的朋友怎么办 不要紧可以邮寄的 现在国外可以做邮寄 邮寄好像十块钱还是五块 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呢 先把这个姜葱豆腐的豆腐呢 先切成试半 然后喜欢Auntie秀围裙的朋友啊 今天就快点分享哦 分享越多的话呢 激励越高 等一下呢 我们大概每隔一个十分钟 我们就抽一个 每隔十分钟就抽一个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快速的 要把这个豆腐呢 下锅煎了 所以呢 刚刚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会玩我们的抽奖 就是呢 我们的父亲节送大礼哦 送Auntie秀的围裙 叮叮叮叮叮 Auntie秀最喜欢的围裙了 刚很认真 你看妈咪 妈咪超认真的 然后现在在切着它的豆腐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如果分享的朋友 尽快分享哦 等一下呢 我们大概每隔十分钟 我们就抽一份 所以呢 抽的方式很简单哦 当Auntie秀呢 念个号码 然后呢 我就会用Auntie秀的电话呢 就大概这样子扫一下 然后就看谁呢 刚好念到的 比如说12345 刚好是他在第五个名字的话呢 我们呢 就会进去看他的家 他有没有分享Auntie秀的 今天的这个现场直播哦 如果有分享的话呢 当然你分享越多的话呢 你中的比例越高 我们每隔十分钟会抽一次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倒数哦 现在呢 是6点18分哦 我们等一下呢 第一份抽的时候呢 我们会抽在6点30分 所以呢 等一下呢 大家记得每十分钟 提醒我一次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爸爸哦 很快速的 帮我们炸着豆腐先 我们今天要煮这个 姜葱豆腐 谢谢大嫂 大嫂呢 特别写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现在去呢 然后呢 主播问我是不是吃蘑菇汤的那一种啊 什么是蘑菇汤 等我一下啊 看到美丽的那个回复耶 刚才看到呢 Gat Qua在线上了 还有 Milene她问我 主播是不是吃蘑菇汤啊 我们等一下呢 今天会送这个 安地秀围裙 安地秀围裙呢 它是不卖咯 它是想呢 我们的566的美食哥的老板啊 特别送我们 Sponsor我们的 然后呢 今天呢 我特别留了十份大放送 所以呢 今天记得分享的朋友啊 等一下呢 我们抽奖的方式很简单 分享越多呢 抽到的基地可能越高哦 就是安地秀在念一个号码的时候呢 我会扫一下 然后呢 就会看到呢 它到底呢 有没有 分享到它的家哦 然后我现在呢 去拿安地秀的电话一下 教大家怎样才算是分享哦 妈咪我去拿你的电话啊 现在去拿安地秀的电话啦 然后呢 要现场示范一下 怎样才算是分享哦 给大家看 安地秀的电话呢 其实我也不大会用 我现在呢 开入 开入了这个 安地秀 进入直播状态了 然后呢 看到 叮叮叮叮 进入安地秀的直播家 然后呢 你进来的直播的时候 对吗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按分享 你按分享的时候呢 你就按发帖 然后你按发布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当安地秀 比如说安地秀念 八号 我就会按进去 这样子八号 然后我就会算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子我会这样子算下来 第八个呢 就是得奖的那位粉丝了 所以呢 等下我就会在 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啊 我们就抽第一份的围裙 围裙的获奖者哦 哈喽 瑞珠 然后现在在看 安地秀直播平台哦 她说 四妹直播声音正好听 哈喽 Amy 看到大家在线上了 哈喽 贵琴 完成 然后呢 Karen 问我们用什么锅 Kitchen Art 这个是Kitchen Art的锅 然后今天的围裙大放送 我再写在这里一下 我刚才有写下来 我去找一下 十个围裙大放送 围裙 安地秀围裙 哈 你最清洁啊 有有有 所以在我们直播前啊 就会很快就十份就抽完了的 不用担心哦 十个围裙 安地秀围裙 父亲节特辑哦 所以现在看爸爸呢 帮安地秀呢 炸着 这个豆腐哦 那天我记得前天有粉丝问几时煮豆腐 因为苏琪丽安地呢 昨天帮我们买了豆腐啊 所以呢 今天就可以煮这个 葱蒜豆腐 然后十个围裙 然后呢 玩法很简单哦 就是分享再分享 分享 再分享哦 然后呢 分享 再分享哦 然后呢 每隔十分钟 十分钟 每隔十分钟 会抽一份 杏玉耳 杏玉耳 很简单 每分享游戏很简单 好了 把游戏规则写下来了 所以呢 等一下呢 粉丝们记得帮我们分享过后呢 我们就要玩这个游戏啦 然后呢 父亲节特辑 十个安地秀围裙哦 很简单 游戏很简单 就是分享再分享啊 每隔十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呢 抽 一个 羞羞粉 然后呢 就知道是谁 是谁吃那个幸运的了 每隔十分钟哦 好像写错了 每隔十分钟 等一下啊 我好像写错字了 这个应该是虾膏 不是炸变的吗 虾膏 虾膏 要丢掉了吗 虾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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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丢掉了吗 呃 澳洲的朋友 如果真的中奖的话呢 我们就要寄过去给你哦 可是呢 我要去查一下这个有费导钱 我还没有试过寄东西去澳洲 然后呢 现在呢 Uncle呢 先帮Auntie秀把这个豆腐炸上来 然后呢 炸到表皮呢 有一点金黄色呢 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卖 没有卖围裙哦 围裙没有卖哦 今天有十个围裙大放送哦 所以呢 等下我们每隔十分钟 拜拜 小心 拜拜 然后我们等下呢 每隔十分钟呢 就会抽一份 等下呢 我现在 我刚才把我打的字呢 弄不见了 哎呀我的天啊 哈哈 我现在让爸爸呢 先把豆腐炸好 我把这个游戏规则先写好哦 不清洁特辑 不清洁特辑 十个围裙 把豆腐炸好多 还把豆腐炸好多 穿起水 多长时间 尝对 再分享哦 每隔十分钟 抽一味 稠稠粉 你发现到哦 其实我不说话的时候呢 整个厨房是很安静的 没有发现到 我现在呢 要把拼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Uncle快速的先把这个豆腐呢 炸成黄金色呢 我们就上来备用了 所以今天的玩法很简单 我们呢就是呢 父亲节特级呢 十个安地秀围裙大放送哦 于是很简单 分享再分享 等一下我们每隔十分钟呢 我们就抽一味稠稠粉 幸运儿哦 所以呢 抽的方式也很简单呢 等一下呢 我会先出去 这样子呢 我会跳出去 跳出去过后呢 我会再按进去 按进去过后对吗 嘿 按进去过后呢 安地秀会念一个号码 然后我就会从上面算 比如说他讲五 我就会算 从粉丝们开始算 一二三四五 这样子 五 然后就是这个人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呢 他有没有分享 有分享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围裙寄给他 所以很简单的玩法 所以呢 今天 今天的父亲节特级呢 很开心粉丝们今天也是在家里呢 在看直播哦 因为安地秀今天煮我们的这个 蒜末煎 蒜末烤扇贝 还有蒜末蒸霞 然后我现在呢 看到安地哥呢 已经把这个豆腐呢 煎到黄金色了 我们等一下可以上锅了 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帮厨哦 哈喽 Jennifer 谢谢看到粉丝们写 Happy Father Day哦 然后呢 还有看到Roslyn写 傍王好 阿秀阿秀 看到你的这个很可爱耶 你的这个 然后呢 Roslyn说 From Singapore Rub说 父亲节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谢谢 看到Wong写 父亲节快乐 Cindy写 父亲节快乐 然后呢 玉燕说 所有父亲 父亲节快乐 弟兄说 祝你父亲节快乐哦 祝Uncle 父亲节快乐 哈喽 妹 Auntie秀和美女 迟到了 刚回到家 不用担心哦 Auntie秀呢 还没有进入她的主角菜色 我们现在呢 刚才已经清炒好这个菜心 然后现在呢 就在炸着这个豆腐 我们要煮酱葱豆腐 然后就要煮Auntie秀 今天三道心的菜色 就是有我们的肥菜 酒菜煎蛋 然后还有蒜末蒸霞 蒜末烤三杯 然后简简单单的 跟我们爸爸们呢 庆祝父亲节 May Happy Father Day 然后看到呢 随便说 Happy Father Day 然后呢 还有看到 看到呢 李说 问我们的锅 长什么样子 过后我再发给你哦 Vincent 哈啰 Auntie秀 and my dear I'm here again 谢谢Vincent哦 父亲节快乐 哈啰 Muyis 父亲节快乐 然后看到了 Cindy说 祝父亲节快乐 我们也是很多爸爸们在线上 Anna 傍王好 父亲节快乐 Cindy问哦 豆腐要放盐吗 有蒸盐水哦 我们已经蒸了盐水哦 因为这个豆腐呢 是昨天买的 所以一回来的时候啊 Auntie就准备了这个盐水 然后呢 准备了这个盐水 然后呢 所以是已经蒸了盐水了 豆腐哦 好哦 这什么应该就会很大 不放入了 不放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就跟我们打声招呼一下 哈啰 哈啰 欢迎 今天要在上房间 然后三姐来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准备备菜了 哈哈哈哈 是吗 我没讲 三姐来 最开心就是可以 别人帮她备菜哦 她的四小姐呢 不大会备菜 越帮越忙 她这样 哈啰 我们现在呢 准备这豆腐呢 Auntie秀呢 快速的炸一下 炸到黄金色就可以了 我想要去偷吃一个豆腐一下 哈啰 美食 Auntie秀 傍晚好 美女好 今天煮什么好料 今天煮蒜末 蒸霞 蒜末 烤 扇贝 然后呢 韭菜煎蛋 然后今天煮三道星的菜色 然后呢 当然不忘的就是今天煮豆腐啦 苏青莉Auntie呢 昨天终于帮我们买了新鲜的豆腐 Auntie秀呢 一拿回来新鲜的豆腐呢 就已经有放盐水呢 去蒸它一下 所以呢 这个豆腐呢 是有蒸过盐水的 如果你是新鲜 买回来的话呢 就可能抹一个薄薄一层的盐 然后才下锅呢 油炸过油 给它炸到呢 表皮金黄色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煮这个 葱蒜 豆腐 然后Vincent讲呢 Actually add more oil Can cover whole豆腐 It will be faster 妈咪讲哦 那他讲 Vincent讲哦 下次油可以放多一点点 然后呢 然后Flo说分享了 Annie 哈喽 父亲节快乐 给话 Super哦 然后呢 看到Suli写 哈喽 Sindi说 父亲节快乐 身体健康 然后看到父亲节特级 谢谢 然后呢 Rosiki 又 哈喽 看到你的鼓掌哦 祝在线上的直播前的爸爸们呢 父亲节快乐 然后现在呢 Auntie Shiu呢 已经把这个瘦肉放下去过油了 Auntie Shiu 你这个肉有没有放任何的材料啊 有啊 你放了什么 韩国油盐味噌 葱头油盐调味料 还有吗 玉米粉 葱头油盐调味料 味噌 我们放下去呢 抓粉哦 还有玉米粉呢 抓粉后呢 我们就下锅过油 就下锅在里面 对 玉米粉就是我们讲的 Coin Flux 所以呢 诶 刚才有粉丝们提醒我嘛 现在几点了 我们第一份的礼物呢 要开始抽咯 来 我们现在要抽礼物了 第一份的 围裙 Auntie Shiu围裙 妈咪来 念一个号码 嗯 今天几号 今天 20 20 哇妈咪 我要算数了 来 我们算20哦 OK 1 2 3 4 5 6 7 7 妈咪 到7而已 你念1到10 1到10 1到10 到7啊 啊 没有 1到10 1到10 你念一个 到10啊 啊 6 6哈 6哈 来 我们再来一次 然后今天6月哦 Auntie讲选6号哦 来 我们再来算一次 1 然后呢 2 3 4 5 6 6是 王玉鸣哦 我们按进去一下哦 看到玉鸣呢 有没有分享哦 哎呀 怎么办 我按不进去耶 嘿 怎么办 我拉 王玉鸣啊 哎呀 来 看得到吗 我按不进耶 王玉鸣 我先记录下来哦 王玉鸣哦 王玉鸣哦 等一下我再检查可以吗 因为我 我先放王玉鸣哦 王玉鸣 你解他你要解之前 对 王玉鸣呢 我们现在抽的时间是6点34分 请 然后呢 如果粉丝们再先上帮我做一下记录哦 王玉鸣 然后我们大概等一下多一个10分钟 我们再抽多一次 我先拿一张纸耶 怕等一下 我去写一张纸哦 这样的话呢 等一下会很不好意思 王玉鸣 然后我现在呢 看到Auntie Hsu呢 爆香着葱蒜 你看 去拿一张纸啊 妈咪 我怕等一下呢 记过迷信就很尴尬了 我忘记你勾给我哦 好哦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有吓到吗 吓到我 哈哈 吓到粉丝 吓到粉丝们哦 我忘记了 不要紧不要紧 吓到粉丝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粉丝们有没有吓到 Auntie有吓到一下 Auntie Hsu呢 刚才吓了一跳哦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我电话没有坏 我们还在线上还在线上 在那边抓住啊 要不然是摔倒的 对对对 妈咪讲好 抓住我电话先 怕等下粉丝们 刚才给予点晃一下 吓到他们 谢谢 有人帮我拿纸 看到吗 我们很好的助理 你在车子要帮夹啊 怎么叫什么啊 所以呢 刚才粉丝们吓到哦 妈咪 我觉得粉丝们真的有吓一跳 哈哈哈哈 我们刚才抽的时间呢 是6点34分 然后我们大概每隔10分钟 我们抽一个幸运的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Hsu已经快要把这个葱蒜呢 炒好了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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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葱蒜 我们刚才呢 只是加了这个豆腐呢 然后下去油炸 油炸后呢 Auntie Hsu呢 我们就快速的爆香这个葱蒜 爆香后呢 我们就放了这个豆腐 炸好的这个豆腐呢 下去一起炒 然后放一点盐 味噌 还有适量的水 然后呢 继续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了盐跟调味料 需要讲蚝油 是吗 妈咪里面挂了啊 需要 妈咪需要放蚝油吗 蚝油 要放一点蚝油哦 来让Auntie Hsu呢 在炒着的同时呢 我们会用这个 李锦记蚝油放下去调味 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们 突然间反一下哦 Auntie也是吓到 我跟Auntie想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跟粉丝讲sorry一下 因为刚才Auntie Hsu呢 我走开一下子 她不小心弄到 结果她的自然反应 是抓着我的电话 很危险诶 不用紧拿电话坏掉 还可以买过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李锦记蚝油呢 放适量下去调味 很快速的 我们就要把这道菜色呢 煮好了 妈咪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姜 这个姜葱诶 诶不姜葱 葱蒜 葱蒜豆腐 我超爱吃这道菜色 而且这道菜色呢 是我们家小朋友的 最爱最爱啊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呢 多一个 6点40分 我们抽第二份哦 这样容易记 6点40分 我们抽第二份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需要试一下味道 看怎样了 叮叮叮叮 怎样 OK吗 嗯 鲜哈 来 妈咪等我一下 哪了哈 我一下 妈咪讲 刚才被我的电话吓到了 我们今天这边的电气呢 阴天哦 所以怕等一下断线 我也是很怕 我们断线断到怕了 然后我们现在断线断到怕了 现在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然后迷人讲哦 等一下煮这个 电话豆腐 很危险 哈啰 哈啰 Annie Happy Father Day 看到 然后跟我们的 在线上的爸爸们哦 说声 父亲节快乐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 已经把这个 葱蒜豆腐呢 煮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葱蒜呢 最后的 葱蒜的 这个叶子的部分呢 放下去 然后我们翻炒一下 这边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呢 Penny问哦 是豆腐炒大蒜吗 这个是 葱蒜豆腐 然后Auntie秀 现在呢 要翻一下 我们这葱蒜豆腐呢 就算大功告成了 很快哦 很吃水哦 很吃水耶 这个 我们刚才放了 大概 一小碗的水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炒 我觉得OK啦 干水也是OK的 我觉得是葱蒜吃水 哦对哦 要淋滋哦 我们家小朋友炒 这道菜 因为他们要淋滋 淋在那个饭上面啊 香香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放一点 妈咪要按上面啊 然后我们现在放一点 放多半碗的热水 然后呢 才有点酱汁 我们家的小朋友们呢 喜欢上面有淋酱汁的 哇 这道菜色呢 是我们家小朋友的最爱哦 叮叮叮叮叮 我先把电话放好 刚才Auntie秀有被电话吓到 我突然间跳一下 吓到他 真的是让到他很紧张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快速的先把这个葱蒜 炒好 然后呢 就把刚才呢 已经过油好的这个瘦肉呢 快速下去翻炒一下 就可以了 哈啰 哈啰 Po Heng 父亲节快乐 美女的声音很好听 欣欣说我来吃了 欣欣 Auntie秀呢 我们刚才已经炒好了这个青草 小白菜 然后呢 现在煮着葱蒜豆腐 然后这道菜色呢 是我们家小朋友的最爱 那我们快速的已经把这个葱蒜豆腐呢 放好了 然后葱蒜豆腐呢 我们已经把它翻炒再翻炒呢 特别呢 放多一点酱汁哦 Auntie放了两碗小碗的水哦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呢 喜欢这个葱蒜酱汁呢 淋他的饭 特别好吃 小心哦 三姐你不要割到手 哈啰 每一天 父亲节快乐哦 啊 子轩 子轩问呢 这道是什么菜 葱蒜豆腐 这个葱很大哦 对啊 葱蒜 这个是葱蒜哦 然后呢 数着看到你了 你们家小朋友都几岁的 我们家小朋友 从四岁到八岁 诶 十岁 四岁到十岁 哈啰 宜欣 Auntie秀和美女主播 傍晚好 好 然后Vincent问哦 有没有加玉米 玉米粉水 妈咪应该有放玉米粉水进去吗 没有哦 没有哦 要放哦 要放哦 Auntie要勾芡 要我看一下有勾芡吗 Auntie要看一下那个水多吗 诶好 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酱汁 Auntie要放一点玉米粉水呢 勾芡 Vincent Vincent Vincent很聪明 他会记得你还没有放 哈啰 思佩 Happy Father Day 然后呢 今天煮几道菜 Candy问哦 今天煮六道菜 Happy Father Day to all great day 啊 Daddy哦 Stay happy and healthy always 谢谢Sally对于爸爸们的 不要放黑酱了哦 等一下那个菜全部不够 对对 我们今天没有放黑酱油哦 煎只是放蚝油 盐 跟调味料 对 对 我们上次放了一点黑酱油 颜色怪怪的 然后我们刚才呢 放了一点玉米粉水下去呢 然后勾芡 然后翻炒一下 我们就可以上锅了 知道菜色很容易学 然后你的瘦肉呢 只是需要加玉米粉啊 盐啊 调味料 然后呢 还有葱头油 下去呢 均匀搅拌后 我们就下锅过油 备用 然后呢 把这个豆腐呢 煎到表皮呢 黄金色 我们就可以上锅备用 然后我们先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先放油 热油 爆香葱蒜 然后爆香葱蒜后呢 就把豆腐下去一起炒 然后呢 再加两碗小碗的水哦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 比较喜欢淋这个酱汁 如果不喜欢淋酱汁太多的话呢 放一碗小碗的水就够了 然后我们爆炒的过后呢 我们放了盐调味料 还有蚝油 然后呢我们就呢 均匀搅拌 翻炒过后呢 我们就放了这个爆香好的瘦肉呢 下去一起翻炒 然后翻炒后呢 之前拿起来切丹地书呢 就准备了玉米粉水 勾芡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已经把这个 葱蒜豆腐呢 已经炒好了 叮叮叮叮叮 很快哦 米关门一下 关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葱蒜豆腐呢 已经弄好了 哇 妈咪 这个又是小朋友的最爱哦 我们现在呢 就要准备下一道菜了 妈咪可以炒那个香辣 刚供先 我喜欢吃刚供耶 现在几点了 好啦 我们现在要抽第二位幸运儿了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 Xiu念一个号码 Auntie Xiu 你帮我念一个号码 多人有吗 啊 念一个号码 嗯 念一个号码 Auntie Xiu念一个号码 念一个号码 快点快点 念8号 8号啊 一到8哦 Auntie Xiu讲念8号哦 然后我就按进去 然后呢 8号啊 1 2 3 4 5 6 7 8 8 8是Candy Lee Candy Lee哦 8号Candy Lee哦 等下呢 我们现在呢 抽的时间是 6点45分 等下哦 Candy Lee 这个很多耶 我帮他了啦 Candy Lee哦 6点45分 抽到你了 等下呢 我们会去看哦 你的家有没有分享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Xiu呢 热锅了油 我们要准备下一道菜色咯 我们先恭喜 王玉鸣 我们先恭喜王玉鸣呢 获得第一个围裙 然后呢 Candy Lee呢 获得我们的第二个围裙 恭喜两位秀秀粉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Xiu已经放了油 然后呢 刚才Uncle已经有听到Uncle 钟钟钟的声音对吗 然后我们放的是什么呢 妈咪你放什么下去了 虾米 虾米 还有呢 小葱头 蒜米 虾米 小葱头 蒜米 辣椒 还有小辣椒 小辣椒哦 然后这个是放的 虾米 小葱头 蒜米 小辣椒 四个调味料呢 我们要放下去呢 爆香 Bandi Xiu 下锅 我们就快速的爆香它 登登登登登 有点辣了的 可以放一汤匙啦 虾米 用了 放一汤匙 然后呢 我放了这个爆香过后呢 哎呦 Auntie嗆到自己了 这个辣椒很辣哦 然后呢 放了辣椒爆香后 我们放一汤匙 Auntie Xiu呢 就要放它的一汤匙自制辣椒酱 很香耶 其实我觉得辣椒酱很香 不要这样多 放一点点就好 一放一小茶匙就好 放一小汤匙 好 我们现在呢 我就要快速的 帮Auntie Xiu爆香一下 每次放了辣椒过后呢 Auntie就会哈气了 你相信吗 哈哈哈 然后让Auntie Xiu现在呢 有点时间跟我们说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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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炒着香辣 空心菜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讲的干共哦 如果呢 喜欢来马来西亚旅游的朋友啊 可以再特别点这道菜色呢 来吃 因为超好吃 我们都会在马来西亚呢 叫它干共 干共 然后呢 这道菜呢 我会呢 很建议呢 如果喜欢吃干共的朋友呢 可以加一点自己的自制辣椒酱 因为呢 它会很香 而且很辣 辣的香气呢 妈咪放了这个自制辣椒酱下去哦 整个厨房就是辣椒的香气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翻炒 这个 这个空心菜哦 Uncle有之前有分享了 他说呢 要记得至少洗三次 才有办法呢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沙 一些 就是 泥土啊 洗到很干净 看到auntie秀呢 再哈气哈气了 是不是 哈哈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快速的 下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 快速的炒好这个干共哦 很香耶 很嗅到很香的那个辣椒的味道 现在炒着 香辣空心菜 看到Sindy的信息了 哈啰 佩玲 父亲节快乐 然后必行说分享了 联系说哈啰 Auntie秀 然后呢 刚才进来的粉丝们 可能不知道今天在玩什么 我们现在有10个围裙 大放送 然后看到美琴 谢谢你帮我们写马来风光 对了 马来西亚叫马来风光 Candy是新加坡人怎么拿 可以寄耶 其实 我要 你可以叫朋友跟我拿也可以 然后呢 我还没有研究到海外要怎样寄耶 所以呢 如果海外的朋友刚好抽到的话呢 可能可以跟我说 可以寄去哪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的家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炒好的香辣空心菜 也是我们讲的马来风光 然后呢 成盘上盘了 Auntie秀呢 要准备煮他的今天的三道新菜色了 很香哦 这辣椒真的是很香 明月干购很香耶 很香气十足的这个马来风光 看到吗 爸爸都会哈气哈气哦 这名妈妈的辣椒一流 真的是真材实料的 这支辣椒酱 我在旁边我都说到我都想哈气了 那天我哈气哦 吓坏粉丝们 从头哈气到尾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香辣空心菜 也是我们讲的马来风光 已经炒好了 然后Auntie秀现在快速的洗锅 明明帮我拿去前面 我们先煎鸡蛋 煎 球菜鸡蛋 Auntie秀看快速的洗好锅 是不是很快 哇 我们现在呢 就要放好 洗好锅的Auntie秀十秒钟 妈咪你好了没 我们要抽第三个幸运儿了 然后呢 然后呢Auntie秀已经把锅洗好了 妈咪你现在是不是要煮那个酒菜煎蛋 对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线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Auntie秀呢 洗好锅 然后我们要准备了 Auntie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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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煮什么 哦 球菜煎蛋 然后我们现在快速的 已经把锅洗好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点油 然后再把这个球菜呢 放下去爆香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球菜长什么样子 妈咪给我们看一下球菜 叮叮叮叮 这个是我爸爸最爱吃的 他说这个球菜煎蛋啊 是他小时候呢 我的婆婆煮给他吃的 特别喜欢吃这道菜 然后今天是父亲节 所以爸爸呢 点到这道菜呢 妈咪就很温馨的 特别呢 煎这个球菜煎蛋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呢 过来帮我们煎蛋呢 然后现在Auntie秀在打蛋哦 打四粒鸡蛋 妈咪这个是 妈咪这个球 这个球菜是 我们每次吃那种 锅贴 哦锅贴里面的那个球菜对吗 哦 它切成 还有炸东西也是用这个哦 对哦 然后我们 妈咪你念一个号码 妈咪念一个号码 念一个号码 嗯 念20 20 20哈 来我们算一下 1 2 妈咪没有20耶 1到10耶 它跑不到 1到10耶 我跟你讲1到10耶 因为它只有一到10耶 因为我按进去的时候 只可以看到10个人的comment耶 1到10 1到10 没有线啊 1到10先 这个没有线啊 对你要按你要讲1到10 你不要看那个啊 你讲1到10 那是不是没有线这么够好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我按进去的时候 它只 前面只开到10个comment而已 对 对 我推出去 对 我推出去进来了 你念1到10快点 啊 10号 10号啊 来我们现在要先进去看一下哦 按进去 然后呢 看到了 来 1 2 3 4 5 6 7 8 9 亚尼露 看一下亚尼露有没有分享哦 亚尼露哦 亚尼露 我进去亚尼露的家看一下啊 亚尼露 我看不到亚尼露耶 奇怪 我找着亚尼露 有没有分享 亚尼露 我找着亚尼露 有没有分享 亚尼露 我们来找亚尼露哦 看他还没有分享到哦 哇 妈咪 这很多粉丝们跟我们讲父亲节快乐耶 开心哦 很多爸爸们呢 今天应该是 不是进不到 因为你的网线没有这样好 我用我的电话呢 是间进入了那个网线的那个主线 所以呢 妈咪的电话呢 就收的线就没有这样好 因为今天刚好又下雨了 那个线没有这样稳定 对 阿姨现在炒着球菜呢 你去拿那个鱼香拿吗 鱼香拿 亚尼露 我忘记放那个增下去炒 对 亚尼露 我看了没有亚尼露的分享 进去他家看一下 妈咪电话会比较慢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球菜先爆香炒好先 要跟我的三姐接电话一下了 对啊 他跑不动 妈咪的电话走不动 完全看不到亚尼露的资料 韭菜是苦彩嘛 是啊苦彩 苦彩哈 对苦彩 妈咪讲福建话叫苦彩 你先炒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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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找不到亚尼露有分享耶 亚尼露 电话电话啊 不关心 你先炒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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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了亚尼露的家没有耶 我给你们看一下哦 亚尼露的家 看不到哦 你炒炒炒指向秧炒炒 it 有吗 真的会烤到我 真的是輌心炒炒 不要吗 我奶奶 算了 去焦炒午餓炒 放盐跟一点调味料 YALU 对 YALU YALU L Y A N I L U 好了 我是去了他的家没有看到任何讯息 所以呢 应该是没有分享到我找的不到 好啦没有关系我们再抽多一份哦 看到YALU的家没有看到Auntie Xiu的直播分享哦 来我们再抽多一次第三份哦 Auntie Xiu再念一下你的 号码 你的号码数码吗 来念一下你的号码 没有我看了他的家没有 不可能一次叫我练一到十一次 一到十诶 只有一到十诶 怎么这样的 因为你电话慢 没有他电话看不到 因为妈咪你真是主页 然后呢妈咪 一到十 我找了三杰帮我找那个粉丝资料比较快 来妈咪念一到十 三杰帮我找那个粉丝资料 这样一到十还要练没都折个了吗 没有我每次进去的人都不一样的 来等Auntie Xiu念哦 哦你是讲你出来出去换人吗 对对出去进来就换人 来 看到了没 妈咪来快点 没有现在我要念一到十的号码 对念一到十 哦他一定是换人啦 对 对 来快点快点 嗯 不然等一下我们十分要抽很久的 8号8号 8号啊 Auntie喜欢8号哦 我按进去 我们按进去 爸爸哦 他讲喜欢8号 今天爸爸接啊 然后呢今天是爸爸接哦 来我们来算 12345 来等一下哦 到5了 6 还有两个 妈咪电话真的好慢哦 7 8 佩玲 佩玲 姐姐在帮你找哦 佩玲哦 我们去佩玲的家 佩玲的家 佩玲的家 佩玲 恭喜佩玲哦 我们呢先进他的家 看有没有分享 就可以了 好了 来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佩玲的家哦 佩玲 然后呢 有看到他有分享 Auntie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哇 佩玲 恭喜你 你是第三个粉丝 羞羞粉 那Auntie跟我们讲 恭喜一下 恭喜 Auntie Siu的这个 Auntie Siu围裙呢 他也是很喜欢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要再抽多一份了 因为已经7点了 妈咪呢 我们来 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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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玲哦 跳了 跳了哦 佩玲 好了 第四份 妈咪来第四份 1号 1号啊 Auntie Siu要1号了 Auntie Siu现在要1号了 好了 我再进来哦 1号哦 1号粉丝 大家紧张紧张哦 你看Auntie Siu突然间他的 电话没有动啊 来我按进去啊 1号啊 1号啊 看一下谁跳出来先 1号粉丝啊 来出来了出来了 子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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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玄 张子玄啊 等我一下 我的姐姐呢 有看到子玄讲 张子玄 对 张子玄 紫色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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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玄 张子玄 对 我看你也黑了 你家里 姐姐很静止哦 姐姐帮我们找 对了 紫玄一个漂亮的美眉 清华大学 紫玄看到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紫玄的分享哦 一个分享 两个分享 哇 紫玄谢谢你哦 你真的很幸运呢 刚好你一分享哦 你就中了 然后呢 谢谢紫玄的分享 然后呢 我们的Auntie Siu呢 现在煮着 她的 蒜末 炒蒜末对妈妈咪 我要那个夹的 然后我们第四个 粉丝呢 已经很幸运的 抽到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Auntie Siu的电话 开门了 真的是我等很久 她的电话哦 她在跑着跑着的时候啊 然后我现在 Auntie Siu的老电话来了 电话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炒着葱蒜哦 那个蒜末 要煮蒜末 对 Auntie在煮着蒜末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 烤三倍啊 还有呢 就是蒸这个 霞 诶 霞的夹 那个霞要泡泡掉 对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让Auntie Siu呢 爆香这蒜末先 妈咪 你的霞夹给她也爆开 然后我们这个蒜末呢 放下去炒 好 爆香先 放 爆香啊 给她煮一下啊 不错 诶我吃到很香的那个 蒜末的味道很香 Auntie Siu哦 她今天呢 第1次在直播前呢 煮了她的 酒菜煎蛋啊 等一下我没有看到她翻蛋哦 太快了 哇 散散了 散散了哈 你的酒菜煎蛋煎好了 放下6分 阿咪你的酒菜煎蛋煎煎好快 我刚才没有拍到Auntie Siu的酒菜煎蛋哦 煮到怎样 没有那个什么嘛 我煮 煎脆脆哈 而且酒菜煎蛋呢 是我的爸爸特别要求的 今天 父亲节啊 所以爸爸讲要煮 我们就煮酒菜煎蛋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葱 这个蒜末呢 诶 这个 蒜末呢 放了下去 放油下去呢 爆香哦 给她煮一下 那Auntie Siu呢 就放了 一小碗的水 然后我们继续给她煮 我们等一下呢 会把这个蒜末呢 拿去蒸馅 还有烤这个三倍 很快哦 很香耶 你的那个蒜的味道很香很香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 把这个蒜末炒一下 然后Auntie Siu的这个海鲜要上菜了 放酱油 放酱油哈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 妈咪你要先放你的三杯先对吗 烤三杯先对吗 我们准备烤三杯哦 然后我们现在爆香好 煮好了这个 蒜末呢 我们就放入了这个 酱油 然后下去再炒香它 然后炒香后呢 我们就给它这样子 翻炒再翻炒 然后翻炒后 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虾已经在旁边 准备就绪了 很香 给大家看一个靠近的镜头哦 叮叮叮叮叮 看到呢Auntie炒这个蒜末哦 然后调 它只是放了蒜啊 下去一根油呢 爆香后呢 就放入了半碗的 一小碗的水 然后呢 再加一点酱油 然后下去调味 很香的 然后我们知道就要抹在那个 虾上面对吗 Auntie炒讲要抹在那个 虾的上面 要咸一点点 因为那个虾 你看那个虾盐多盐吗 差不多 那个虾有抹上呢 薄薄一层的盐了 然后看Auntie炒这样子 把它放在这个 虾的上面 谢谢呢 Nikuto的老板呢 送我们这个老虎 超大致的 给Auntie秀呢 很快速的现场就准备好 然后给Auntie秀试一下味道 可以吗 嗯 够咸吗 够咸吗 可以啊 很简单哦 不会很咸 然后加一点酱油一下 这个很简单 我们的这个 蒜末呢 然后放下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了 半碗的水 然后 没有半碗的一点点 一点点啊 适量的水 适量的水后呢 我们就放了酱油下去 调味 只是放了酱油哦 然后Auntie秀呢 已经在旁边 Auntie秀呢 就在这个旁边呢 已经把这个老虎虾呢 已经准备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炒香好的酱 蒜末呢 然后抹在上面 就可以了 登登登登登登登 第一次在直播前 看Auntie秀哦 感觉像是跟这个 霞呢 抹拒浴 这样子的感觉 嘿 妈咪我看不到耶 其实 哈哈哈哈 妈咪我觉得 你要把这个蒜末放那边左边 然后我才有办法看到 拍到你的那个 嘿 等一下啊 啊 这样子不要顺手 好了 这样子就 妈咪小心啊 那天我忘记了 妈咪讲她那天忘记哦 整个手放下去哦 烫到它 所以呢 大家煮饭的时候啊 记得注意安全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蒜末 抹在呢 这个老虎侠的 背部哦 那个虾有抹一点盐了 对 虾Auntie秀说呢 有抹了一点点的盐 Auntie秀抹了一点点的盐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炒香好的蒜末呢 我们就放在 就薄薄的抹在 这个虾的背部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虾呢 抹上这个蒜末先 然后我们现在抹上蒜末后呢 等一下就要拿去蒸了 Auntie秀到很满哦 很满 很满 我们喜欢吃 可是 这个镜头拍不到耶 Auntie 等一下 你会对一点咩 不是 这个镜头拍不到 Auntie 是这个镜头拍不到 等一下我拿去吃 Auntie看 Auntie她在讲 这么这么这样奇怪哦 爸爸给我赶过了 嗯 爸爸用到那个 另外一个锅来 开火 煮这个水 让Auntie秀把这个呢 弄好锅 我们就再抽下一个啦 哇 不错耶 嗯 很香哦 他的这个 他这个今天的这个 蒜末蒸虾 我没有觉得这个虾真的很大只 大只 真的很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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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呢 我把这个拿掉 不是 到这里啊 这个还掉了 我们当你这个尾形咯 然后我们把这个 虾呢 下面你换一点 下面换一点冬粉啊 什么要放冬粉呢 西遭的食物咯 现在鸡吃了 来 咯咯咯咯 这个咯咯 这个咯咯咯咯 这个咯咯咯 这个咯咯咯 煮上薄薄一层的这个蒜末 然后呢我们就要下锅整它了 漂亮 哇 叮叮叮叮 来看这边 来我煮蒜 那个蒜泥了 蒜末了 然后我现在拿换进去里面 哇 很好叻 很美叻 妈咪这镜头很漂亮叻叮 那边看有吗 有 看有 然后呢 然后等它水滚一下来放一下 Aunty Shiu哦 很开心 看到这个虾这么大致 那我们先把这个水煮滚 然后把这个蒜末 夹放下去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这个三倍了 要烤三倍哦 妈咪三倍要 Sindy Sindy问你有放生粉吗 没有哦 没有放生粉哦 刚才那个蒜末呢 我们只是下锅 放油 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放了一点点的水 适量的水 然后放入这个酱油 我们今天放的是 梨井鸡酱油 一点咸的那种 然后呢 放下去呢 就调它的味道 然后这个 这个霞呢 Aunty Shiu有抹上薄薄一层的盐料的 才把这个炒香好的蒜末呢 铺在它的背部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要准备等这个水滚过后呢 就要放下锅 整盘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Aunty Shiu呢 要准备 另外一个了 就是我们的三倍啦 叮叮叮叮 Aunty Shiu看过来一下 哈喽 Aunty Shiu第一次呢 弄这个三倍哦 我要关神一下 第一次玩这个 第一次玩这个哦 因为我跟你说 我们家的人呢 其实讲真的 真的很少吃 很少吃海鲜 然后每次都是煮虾 煮熟豆会比较多 然后呢 刚还有粉丝问哦 六字够吃嘛 我们现在是蒸第一轮 还有 还有 还有很多次呢 等下陆续才慢慢下去整 Aunty先示范呢 怎样在家里准备这个 烤三倍的步骤 有忘掉了吗 有有 应该是正面了 然后我们先放了这个冬粉 是冬粉哈 冬粉 然后呢 就把洗干净好的这个三倍呢 铺在上面 这个刚才我腌一点盐了 对 腌了一点点的盐哦 然后呢 铺在上面 然后我们才下去烤 诶 铺帮 铺 上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三倍 放下去 可以吗 倒了吗 应该是ok 我觉得 我都不知道哪一边了 阿咪他真了 过后你其实看不到 它是不是放倒转 是 我像酒楼 是吗 阿咪 酒楼做菜 酒楼做菜 好像 他们讲Aunty秀 很像酒楼做菜哦 可是Aunty秀呢 他觉得这个三倍太漂亮了 不要浪费 拿去烤的话呢 可以吃到原汁原味哦 我觉得很美 其实这个 我觉得很漂亮 哇 妈咪真的很香 我觉得 我一直收到那个 蒜末的香气 然后我一直收到那个 蒜末的香气 我们Aunty秀呢 很细心的 放在 这个三倍壳上面 然后我们等下 下去烤了 还一个 还一个 阿咪等一下哦 你蒸到来哦 四三十二对吗 等下你少放一个 就变成一个就很怪了 就变成单数了 哈哈 哈哈 明年水滚了耶 对啊 他的这个海鲜很fresh哦 是Nikuto的老板呢 sponsor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y秀 把这个 帮我看时间 要蒸多久呢 这个要少 妈咪你的蝦要蒸多久 这样大事了 我换五分钟 五分钟啊 好了 我们现在放下去呢 是七点十五分 然后呢 我们就盖锅 然后呢 七点二十分 我们就可以拿上来了 要看啊 来 叫咪咪 你帮我们看时间啊 然后我们七点二十分呢 就要把这个蒸蝦拿上来了 然后Aunty秀呢 现在就要放上 这一个 蒜末 哇很好吃耶 完美耶 妈咪 妈咪你有九楼的standard 那啊 来 然后现在呢 Aunty秀把这个弄好过后呢 就可以了 我们就给 妈咪这个烤多久啊 这也是很快的 好 大概多久 我们下去那个 阿文要放多少度呢 180 180 180哈 180度 180度 烤多久 烤多久 高啊 要大致哦 可能要8分钟 8分钟哦 你要看一下啦 180度呢 建议先烤8分钟哦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熟度 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大致耶 它这个烤炉先 先一热先啊 妈咪 你要先放从那个 蒜末了 才放那个 诶 这我已经花了 因为Aunty秀呢 忘了戴她的眼镜 Aunty秀忘了戴眼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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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三姐呢 是她很好的帮手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叫我放到这样多力了 叮叮叮叮叮 我的三姐是很好的帮手 那她们两个 我放这样多力你还叫我啊 没有啦 你有那你放这样多力一点点而已吗 还好啦 看两个很快哦 叮叮 她们两母女呢 我的三姐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她可以在线上啊 很快速的 Ju可以帮忙 不会啦 太烤了 好了 很香哦 叮叮叮 好了 妈咪是不是我觉得是烤 卡下去烤 会黑啊 你咋不会 哇妈咪你的手放拉脚不会痛 没有 妈咪这个没有放到耶 你的青色没有放到 没 哈哈哈 Aunty秀没有戴眼镜哦 还有一点牢花 Aunty秀很可爱 然后我们这样放一点下去 你是因为去买醋菜 然后特别 特地炸那个 剪那个醋菜啊 哦 爸爸想吃哦 爸爸还是很喜欢吃 好了 登登 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呢 去烤180度 然后呢 烤8分钟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看一下那个虾怎样了 叮叮叮叮叮 来我们在等虾的时候 Aunty秀呢 叫她拿错盖子了 有发现我们今天很紧张是吗 因为今天哦 5点才回到家呢 开始准备煮菜 叮叮 你很美咪 应该差不多耶 5分钟是吗 是 看一下几点了 还有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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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看到这个虾很美耶 这个虾的颜色很漂亮 应该不会爆啊 应该不会啦 应该不会啦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很漂亮耶 要找三姐帮你看口一下 我们还有 还有6个幸运额还没有抽哦 很美耶妈咪这个真到 很漂亮耶 这个真到很漂亮 OK吗 很漂亮哦 这个真到很漂亮 Amen 来我们现在呢 让Aunty秀呢 帮我们 叮叮 很美哦 看到吗 一烤楼180 一热先拿鲜了 然后才放进去 可能要先烤 8分钟 8分钟看一下 嗯 妈咪拿住 我帮你拍一下 哇 妈咪下次九楼 可能要请你去啦 哈哈哈 要看那个虾 来我帮妈咪看虾一下 然后我们在线上的朋友 帮我们一起看虾哦 等一下Aunty秀把我们 抽到6个幸运额 然后现在是7点18分 我们还有2分钟呢 就要好了 不可以开哦 她讲不可以开它 我很想去开它 因为它整个很漂亮耶 它整个的那个虾 真到很美哦 很大致 妈咪还有2分钟耶 咪咪 很美哦 很美哦 它的这个颜色很漂亮 叮叮叮叮叮 妈咪蛋 你在哪里 然后呢 哇很美哦 我在线上呢 我看到我都觉得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妈咪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妈咪 好了吗这个 好了吗 还1分钟 熟了吗 应该没有啦 你很大致哦 至少就要烤个6分钟 哦 可能要烤出 因为那个锅盖 跟它给你 哦 哦 你说它的锅盖的那个 不够高的关系哈 对 它跟它给它给它 哦 哦 OK 你这样很烧耶 可能因为刚才那个太高了 因为它的那个虾比较肥哦 就是虾比较肥 就是虾比较肥 不要啦 放一个蒸锅咧妈咪 你要不要吃一个蒸锅咧 你要不要吃一个蒸锅咧 好呀 你要好了吗 好了啦 好了啦 很美咧 5分钟了 5分钟了 应该好了 我觉得 因为它爆酱 爆了就怎么可以了 你知道它会爆哦 奇怪哦 这样它是会熟啊 应该熟了 因为这样我不熟 可能它不会熟 太大致的关系哈 你要拿 你要换蒸锅吗 我觉得这个等下 怕等下你的后面烤的会有 蒸的那个虾不够熟 必须要去找它的蒸锅 可以可以 咪咪来快来我们抽都6个了 7点半了 谢谢啦 谢谢我找你 因为我们给它熄火先咯 哇 不错 给它熄火先 给它熄火啦 熄火 8分钟了 嗯 5分钟你刚才讲5分钟 好了 我们要抽哪一道吗 我们还有6个哦 又是1到10了 没有你电话只能跑1到10 你站那个位置 让我随便喊是吗 镜头在这边妈咪啊 嗯 好了 来Auntie秀 这样10号 等一下 哈哈哈 妈咪那粉丝也是很可怜的 每次喊到10号 然后刚好又不是他 你在那边 嘿我按进去哦 我们分子 我们抽第5个哦 1 2 3 4 5 5 5 6 6 等一下啊 妈咪你抽15 我要等很久 7 8 9 来看一下 10 Lisa Phone啊 10是Lisa Phone 三姐帮我找一下Lisa Phone Lisa Phone Lisa Phone有在线上吗 Lisa Phone有在线上吗 妈咪你在镜头这边 你在镜头这边快点 Lisa Phone 姐姐在找Lisa Phone哦 好 嘞嘞 来妈咪下一个 抽号码 Lisa Phone 还有吗 要抽过 没有Lisa Phone应该有 直接的线 Lisa Phone 你那个抽足的线啊 Lisa Phone 没有线 我用我自己的 Lisa Phone 有吗 Lisa Phone Lisa Phone 有一个 小朋友的图案 Lisa Phone 找一下 Lisa Phone 找不到你耶 等下我先记录下来哦 你的名字 看得到吗 你们 Lisa Phone哦 来妈咪下一个 有吗 太多了 来 2号 2号 2号啊 来我现在出去啊 1 2 3 来我们2号啊 1 2 4 1 2 2 4 李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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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毕欣哦 我先写下来 我先写下来 记录下 然后看到了李毕欣有分享哦 我看到了李毕欣的家是有分享的 Auntie Sue 好的 然后我们抽下一个啦 2 4 6 我们抽第7个幸运儿 妈咪下一个号码 2号 2号 2号哈 完了吗 完了吗 哎呦 我们现在抽 2 4 6 现在抽第7个哦 第7个 第7个哦 然后呢 我按进去 来 妈咪讲第2个啊 1 2 1 2 2 4 Sally W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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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三姐在帮我们找哦 Sally Wong 然后呢 我们已经抽好了 7个幸运儿了 还有 最后3个啦 最后3个 Sally Wong 因为刚才你走来走去 没有抽到 妈咪还complain 那么没有抽 这样久 走来走去我都找不到人 Sally Wong 这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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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Sally Wong 2个红色的 有吗 有吗 来妈咪下一个号码 你下一个啊 嗯 9号 9号啊 啊对 对 来我们看到了Sally Wong哦 Sally Wong有没有分享 有哦 Sally Wong有分享哦 看到Sally Wong得在这里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来 Auntie讲要几号 嗯 8号 改你讲几号 8号哈 9号哈 来我们抽 2 4 6 7 第8个是9号 嘿 按进去了 9号啊 我们来算一下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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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再等一下 6 7 8 9 9 AKG KIM AKG KIM KIM 看一下他的家有分享吗 AKG KIM 然后呢 他的家我没有看到分享哦 所以我们要重新再抽多一次啦 Auntie秀 第8个没有分享到267 第8个 第8个 没有分享到267 没有啊 再抽几号 看他不如讲9号 9号没有 来Auntie秀再抽多一个 嗯 2 2啊2号哈 来我们再进回去了 嘿 2号啊 我们看一下2号有谁啊 1 2 CH LOU CH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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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CHLOU 对 CHLOU 你看Auntie秀很忙哦 我们在抽奖 Auntie秀也是在忙着 CHLOU CHLOU 咪你很忙哦 咦 你要给我们镜头前的粉丝们看一下嘛 你的虾 叮叮叮叮 CUT这边 哈 哈 Auntie秀拿到这样 你轻松一点啊 轻松一点 1 2 3 嘿 很美哦 Auntie秀第一次在直播前做真相 CH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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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奇怪哦 找不到 好啦 用紧我等下再找一下 用紧我把CHL的名字写起来哦 因为我姐姐她说她的帐号里面找不到这个名字 我已经写下来 妈咪我们抽第9个了 Auntie秀很紧张她的这个 这个 三倍 妈咪换你抽多两个快点 我要抽多两个就好了 来妈咪 她们手不会换 这个哈 呃 来 没有看不到你镜头看不到 你要退后一点点 退后一点啊对 ok这位置 7号啦 7号哈 7号没有念到 7号没有念到啊 7号没有念到啊 哈哈哈 妈咪有发现到哦 我不是 你抓镜头哦 妈咪一直屁股对着 妈咪一直屁股对着 很死 哈哈哈 没有办法 哈哈哈 啊对对对 CHLOU这个 来我看到 姐姐找到CHLOU了 来 看一下 诶为什么没有照片的 对 有 CHLOU有分享 看到Auntie秀的分享在里面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抽7号啊 7号的朋友 现在进来了 来 看一下 1 2 3 4 5 6 7 7是徐亚 徐阿银 徐阿银 我看到徐阿银的名哦 徐阿银有在线上吗 徐阿银 5 8 5 5 5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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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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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这个拿到太多了 而已他写繁体字 所以你今天就找不到 徐阿盈 那我们要写这个 啊对 没有我们的出不了 因为我们的是 就你打这个 那没有吗 看不到哦 看Auntie Xiu 很认真的在摆着他的三倍 有吗 等一下没有关系我把名字记录下来先啊 徐阿盈啊 因为我姐姐找不到哦 繁体字 好了我们现在抽 24689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啊 什么号吗没有练掉的 你喜欢不用紧 5号啊来练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粉丝 来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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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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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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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7 8 9 9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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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六点才弄好哦 六点多才弄 六点多才弄好哦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跟大家让Auntie秀做他的招牌动作 拜拜 叮叮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